你怎麼看今天在這個新春團拜的時候 朱立倫喊說只有團結能夠迎接勝選 之前他講說在野團結才會勝選 問題是按照這個國民黨黨務高層的說法 柯文哲 柯文就排斥藍白河 而且他去密會馬英九 他可以個個擊破 如果這樣看的話 他真的藍營的這個彈藥 藝營藝營去藥 兩朝藝營藝營去搶 柯文哲都應該搶得來吧 來成就自己的2024 柯文哲一定是搶不來 他如果搶得來就搶不來 他搶得來就不會去跟馬英九會了 對不對 你去跟馬英九會那個就是很簡單 馬英九誰要跟他會 他只是在自己在創造自己一個 一個在歷史那個什麼 社會上的一個價值 或者他在國民黨裡面講話誰聽 你說今天馬英九可以帶多少票 他可以影響多少藍的票 所以你柯文哲難道會不清楚嗎 你要搶藍票 你也不是去找馬英九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真的是想太多了啦 好啦那你說今天新春傳敗 國民黨那個朱立倫要在講團結 團結有沒有 其實那個團結真的是很爽的 沒有他講的意思是各自團結 各自團結 各自團結在喊幹嘛 我就想問你一句話很簡單 你那個前主席洪秀珠 現在人在哪裡 對對你今天要去那邊講的話 他告訴你說中國夢不能缺缺少臺灣 這是什麼樣的夢嘛對不對 什麼夢啊 對啊你這個夢那朱立倫馬上跳出來 他說國民黨反對任何傷害 那個中華民國的說法嘛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這個很基本的道理 你這個中國夢到底是依照中國大陸的夢 還是臺灣現在民主自由國家的夢 你兩岸的那個政治體制 根本上就完全不一樣 你這樣也能夢在一起 那我也覺得很很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困境 就是說你不如民進黨 為什麼不如民進黨 已經很久了 民進黨他你也知道說 他是獨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人敢現在敢公然出來 那個黨政高層他敢出來喊 喊獨立對不對 賴清德他也是臺獨 那他什麼時候高聲喊說獨立 對不對 沒有嘛 因為他就是維持一個模糊的現狀 可是你國民黨現在統是喊得比誰大聲 而且還要做實際行動過去 你知道嗎 他就是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看你國民黨這些人 不僅被阻 還跑去幫中共統戰 所以就跟你講 那你朱立倫講說 現在又對兩岸的問題 他又講說交流總比對抗好 那可是對等的地位在哪裡 對不對 你對等的地位永遠沒有辦法搞清楚的話 那我說實在外 你國民黨的問題就在那邊 那接下來你說 你說那個韓國瑜他請了那四位有沒有 我是覺得說這四位 最明顯的就是說 這四個人有一個共通點 大概都有至於二零二四 而且細咖多怕一肚肉糙 看像積分咖管到時候誰出現 我就跟你講說這四個人很明顯聚在一起 人家就知道他們說心懷鬼胎 自己在想什麼東西嘛 那你說韓國瑜當然對這件事情出來講 可是我寧願相信韓國瑜講的 就是純粹吃飯喝酒啦 他就公開讓你看 韓國不怕你那個 他也不遮遮掩掩掩 那當然會有很多人 有其他的一個解讀嘛 那他講說為什麼之前找這三個人來 他說為什麼不找侯友宜 那你找了侯友宜 剛才那個藝副哥也講了嘛 那你盧秀燕要不要找 那其他縣市長要不要找 那你難道要選六都的 六都的先來一次 接下來再分北中南縣市長 再來一次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那問題是他找人 我跟你講韓國瑜在這方面 也有自知之明 接下來很多縣市長要選舉的人 誰敢去碰韓國瑜 你告訴我 所以他就別討沒趣啊 對不對 就像這一次大陸那個東奧有沒有 他就會找找找紅袖出去 因為他知道他會來 他就不敢找朱立倫 朱立倫或許他想去 可是朱立倫你現在敢去嗎 對不對 就像韓國瑜 你看他如果找縣市長來聚穿的話 或許有縣市長想去 可是他敢去嗎 對不對 他接下來要選舉的話 他難道不會被人家說 跟韓國瑜湊在一起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些是一個毒藥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包括現在2022的選舉 大家都在猜測說 台北市啊 或者是什麼高雄 這些選區要怎麼辦 其實我就覺得說 台北市這個選區 國民黨蔣萬安是應該比較穩 我之前年前我就講過說 蔣萬安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出在說你今天 泛籃深藍裡面這一塊 有沒有人出來導彈嘛 他如果出來導彈的話 他聲勢就是給誰 就是給黃珊珊啊 那目前為止蔣萬安 為什麼說他比較穩 因為你看朱立倫 韓國瑜跟趙薩康 他都已經表態支持那個蔣萬安了 所以這個深藍的這一大塊 是很多已經被壓制下去了 被安撫下去了嘛 你只要不作亂 這一群不作亂的話 蔣萬安一定 我告訴你 依照目前的民調 除非說他出現什麼大事 所以你知道 以前蔣萬安干過什麼事情 或者什麼事 被人家挖出來 否則你看蔣萬安 如果穩穩的 順著的算的時候 他難道不會贏嗎 當然會贏嘛對不對 你看看過去那個高雄市 高雄市現在也是啊 要開始報出來 報什麼報 我也覺得很奇怪 一天到晚報這些有的沒有的 那報是不是有心人在報 我不知道 那大家可以搞清楚嘛 你看他現在說黃紹廷 那黃紹廷說實在話 看起來是條件不錯 他是年輕又有學歷 智力也不錯 可是他以前報過很多爭議 2008年是因為雙重國籍 被撤銷市議員資格 2010年的話 趙陶被判六個月徒刑 那你看現在那個 袁寬恆的選舉真的是給政治人物一個 一個 當頭棒 一個教育 你看你以前做這些事情 到時候選舉人家都會把你清出來嘛 所以你說黃紹廷適不適合 大家看條件雖然不錯 可是過去幹了這件事情 那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會不會被攻擊 大家都知道 你說羅志強 當時他嗆聲那嗆什麼 他之前 還有包括說那個什麼 在韓國瑜選舉的時候 他曾經就跟王金平嗆聲嘛 那你也知道王金平在高雄的勢力有多大嘛 農會水利系統 全部都是都是那個王金平 那你現在下去有沒有跟地方派系 有修改阿薩子 對不對 你走了四百公里也沒用啊 那時候馬王政真隊喔 有羅志強的角色在裡面 對 馬王政真那個時候 他就是幫馬英九去修理王金平的嘛 對不對 那時候就跟你講說 你王金平的這個事情 你所謂的對不對 你沒所謂的時候 你加上王金平的地盤 說要選舉人家庭 那有可能 那高金素美 高金素美你跟高雄的淵源在哪裡 之前高雄人給韓國瑜一個機會 就是你跟我沒有淵源對不對 可是你來這邊 你帶起了一個寒流現象 大家高票投給你之後 可是你沒多久就跑了嘛 落跑 對 是有這個前科印象在前例在這邊的話 你覺得高雄市民 他有辦法再找一個跟高雄 完全沒有淵源的人空降下來這邊 選高雄市長嗎 真的一招被蛇咬啊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些東西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在那邊講講講 講到這個時候 那有可能會現在會成形嗎 這個其實大家思考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說陳時中 他們講說元宵節之後可能會確定 我告訴你不可能元宵節 他已經要推到 拖到端午節 從農藝年前就講到元宵節 接下來就是端午節 為什麼 這麼久啊 你11月才算啊 你是那邊拿名要出爐 要出爐要出爐 因為民進黨選舉的時候 他最後一定是要用民調 最後決定 而且他緊要關頭的時候 他們會找時機 那現在在炒作後 陳時中 是因為陳時中的呼聲最高嘛 但你現在就開始醞釀一個氛圍 千夫妄犯死出來 你只要每天碰碰碰碰 在你叫叫叫叫 叫到陳時中的聲望也會起來了 那問題是陳時中卡到哪裡 他現在內閣改組啊 你接下來衛福部長的接任人選 指揮官的接任人選是誰 可不可以讓人家安心 讓老闆聲安心 你如果不安心的時候 你內閣改組這個人 如果不喜歡這個接任者的話 他就會講說你陳時中 為了要算打他錢用落袍 丟給那邊疫情的啊 那而且疫情接下來有沒有變化 現在才才二月份 所以你接下來到六七月 那個時候才最後才會底定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沒有那麼快 而且那今天那個林希亞出來講說 到底是鐘擺還是骨牌 我就跟你講民進黨選舉真的很厲害 你不要看說現在國民黨一片大好 可是他現在一個一個開始攏對不對 開始攏破坑之後 接下來就不是鐘擺 接下來就是骨牌 這我在年前也講過 所以真的你今天要選舉的人 一定要謹防這個 民進黨接下來選舉的策略跟招勢